春晚的知识人 曾经很多人梦中的女神 现在也是越活越年轻 在我们的平时生活中 我们的娱乐圈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女明星 她们的外表非常的时尚 而且她们的容颜也非常的清秀 所以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她们 但是每一个明星都有每个明星的风格 下面就让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 这样的一位明星曾经也是春晚的主持人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编给大家介绍的 这位女明星跟我们平时生活中 那些演技好的明星不一样 因为这个女人现在在我们的身边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主持人 曾经也是春晚的著名主持人 她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董卿 董卿在我们的生活中 大家一定都非常的熟悉 因为很多年的春晚都是她伴随着我们走过去的 下面就让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生活中的董卿吧 北京的出道比较早 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女明星 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 都是一种淑女的感觉 所以董卿在我们的生活中 是很多人的梦中女神 之后由于董卿出色的口才 被导演主看中 所以参加了春节晚会上面的主持人 而且里面的表演也是非常的优秀 所以慢慢的春节晚会上 我们每年都可以看到董卿的表演 所以大家就这样的董卿你们都熟悉吗 现在的春节晚会上 我们已经看不到董卿的表演了 因为董卿年纪已经慢慢的变大了 而且把这些机会都留给了这些新人们 但是退出春晚之后的董卿生活得也是非常的好 而且虽然董卿的岁数已经慢慢的变大 但是她的容颜也非常的好看 而且也是越活越年轻 所以现在的董卿在台下 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人 这就是小编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女明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